从我们这一周开始,这一天开始,那大概后续总共会有60个小时,都是到讲那个有关Android Studio,Android的部分,那里面的话大概会有哪些重点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因为我带这个班,其实不是说有一段时间了,那当然你要找我很简单,网路上找一下,应该蛮容易找得到我,而且我在网路上面放的东西, 好像有点太多了,反而很多影片,我看来看去好像大概只有我放,尤其城市设计相关的,甚至有些关键制,YouTube,尤其YouTube里面,整个快被我洗版,我看好像只有我的影片,变成我一个个人秀了,OK,那当然,主要是因为我把上课,这流程全部都把它录下来了,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吝啬,把我的经验做分享, 因为我觉得整体性的嘛,不是说个人好就好了,其实都大环境如果说,因为你的关系而变好,那其实你是个螺丝嘛,每个螺丝都拴得很紧的话,那当然就不会出问题了,可是如果总是有几颗螺丝拴不紧,那当然会出问题, 那有的时候其实,你就往对的方向走啦,反正好,与其你去想一些比较负面的,打物理往正向的话,那正向慢慢就会越来越正向,那自然而来很多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,所以不是不可能,就是你愿不愿意往对的方向去发展啦,那还有热情,像我,前几天看了一部那什么, 有一部电影叫什么,Ego,Ego Eddie吧,那个电影就是,讲那个,好像是19多少,在20年前的,有一个英国人,他的想法是,他想要成为一个那个什么,滑雪的,就那个什么,70公尺,90公尺那个,滑雪的那个,那个什么运动,奥运匹克啦,奥运的选手, 可是他完全都还不会哦,他只是有个想法,他想要做,于是他去问了很多人,可是很多人都会笑他,说你这根本你门外汗,而且他甚至跑到德国的一个很专业的那个,滑雪场,然后问了人家,很多是芬兰人,芬兰人哦,他就跟人家,说你现在几岁,二十几岁,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芬兰人几岁就开始,学习这个滑雪, 他说我们哦,六岁就开始了,你现在二十几岁,不过他没有因为这样而中断,反而越触越有,而且哦,从四十公尺,直接就跳,从十五公尺跳四十公尺,再直接跳七十公尺的时候,那个底下有一个,算还蛮资深的一个,一个整理那个场地的人,就劝他说你不要,你可能因为这样而死掉,但他没有因为这样的哦,反而还真的把他往下跳, 虽然有受伤了,不过后来激起其他人对他的同情,然后反而更帮助他,结果他没想到,居然因为这样的关系,居然就去参加了奥林匹克的比赛,就奥运哦,不但这样的关系哦,还真的上了那个跳台,而且从七十公尺到九十公尺,还真的往下一滑,一跃而下,还居然成功了,而且他第一次就是从七十公尺跳九十公尺, 很多人还担心说,他会因为这样的受伤,或怎么样,就没有,一个想法了,所以,很多事情哦,就是一个热情的问题,因为很多事情哦,就是,你愿意去做,自然而然我发现哦,就会有很多因缘机会,很多人愿意帮你,你看为什么,奇怪就是会有很多人,会伸出援手, 还有就像什么,有一个TED吧,TEDX台北,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YouTube影片,有个叫什么,火车爷爷吧,那个人很妙,我看他演讲哦,他从小就小了麻痹,对吧,他什么,你看他,几乎行动是不变的,可是他去到全世界各地,甚至跟圣诞老公都握过手, 为什么,因为他说,他到任何地方哦,他说比如下雨的时候,你会发现,他下雨,他行动不变哦,他很奇怪哦,他一走出去,自然会有人帮他撑伞,他说他有一次到西安,有没有哦,他行动不变,他上飞机,他还在想说,因为他没有那种,像一般的哦,他是小型飞机,自己要爬上去,就他担心说,怎么爬上去的时候呢,突然间就有个状态说, 我来背你,就把他背上去了,哦,因为大家看到他可能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,哎,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,会愿意伸出援手啦,哦,所以很多事情,只要你愿意去做,哦,而且只要你愿意哦,把你的问题也许丢出来啦,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帮你的,好,不过也许你的那个,那个什么,态度也许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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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对的啦,有些时候,有些人可能他常常跑来问我,但是那个, 那感觉好像,呃,为什么说呢,因为我影片放很多在上面啦,那其实每天都会很多人问我问题啦,那当然如果人家问你问题啊,你会很愿意回答的情况下是因为你会感觉到,哦,你,你,适度的被,其实应该是一种礼貌啦,哦,那如果说你的那个,可能那个,哦,问,问的问题的方式啊,可能不是那么有礼貌的时候,那我会觉得说,可能反正我, 甚至不回应啦,OK哦,好,那这个部分的话,我们来,后面来,那在网路上面,我的关键字其实很容易找到,好,那再来就是我的相关的经历啦,那当然因为,我不是只有在学界啦,因为我发现在,在,在那个学校,其实即便是现在还有,有机会,可是我发现现在学校,嗯,可能不像以前那么,那么,那么,那么的有,有,有发展性,而且,其实待遇20年都没变,哦,而且, OK哦,所以,那我有一段的那个,创业经验,哦,所以我在一家电脑公司,哦,曾经担任过,哦,一个,一个leader的工作啦,哦,OK,然后也,反正也做了一些事情啦,哦,然后另外的话呢,我在YouTube频道上面呢,我的观看次数,其中有一个频道哦,已经快要500万次了,订阅人数哦,也突破1万人了,其中一个频道,那另外还有一个频道哦, 哦,莫名其妙被关闭了,哦,那它那个里面也有几百万的观看次数,突然就不见了,哦,不过其实,当然你,你在做事情的时候,一定有遇到一些挫折,哦,不过那不会因为这样关系,而停止,好,反而越挫越勇,哦,从哪里跌倒呢,就从哪里拔起来,OK,哦,好,那,这个部分哦,那另外我的证照, 哦,这是锦上添花的,哦,那是我观看次数,这是Google每个月都会给我一些费用,哦,然后,嗯,专家执行会议,哦,就是证照证券中心,他们也会邀请我去帮帮命题哦,OK,然后我发,发在懒人包上面了,反正在Android上面呢,从2011吧,哦,开始有发文,一直到现在,都陆陆续续有发文,大概在Android上面哦,发了几百篇嘛,可能,啊,文章哦, 那这个部分是我的一个课程里面,那上课用书呢,我是建议啦,其实如果你要累积一些资源的话,很多书里面哦,都会有一些大补帖,那这本书里面就有至少三四百个的现成的sample,那当然哦,有的时候呢,站在巨人的肩膀往上跳会比较简单啦,哦,那如果从头要写的,其实当然会非常的辛苦,不是做不到啊,不过你可以累积你的sample, 将来如果需要哪些功能啊,其实大家网络,其实书里面哪有,不过,切记就是要改成你自己的样子,不是说你先拿它来,你就,尽可能的你知道为什么,另外还有什么呢,哎,这本也不错,我也会用到这本,即可贴,它还告诉你是,就是程式即可贴,不过跟我讲哦, 哦,这些都是用Eclipse做的,那你如何把它放到Android Studio,也可以Walk,OK,这也是个重点啊,哦,很多人哦,买了书之后发现,哎,奇怪,怎么是用Eclipse,对不对,好像,那,旧的东西哦,如果你要继续用,该怎么做啦,其实我的做法这样呢,我就混用嘛, 反正它如果是旧的,我就把它先汇到Eclipse里面,先转成正确的SDK版本,所谓正确就是跟Android Studio相吻合的版本,再从Android Studio里面有个汇入,旧专案,再把它汇进来,大概一次就成功了,哦,这个我写也许我也跟各位做分享了,不过一般书里面,大家都不会提到这一点, 一般的书反正就开始教嘛,它几乎不太会跟你讲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,该怎么解决,因为它是按照它的章节嘛,所以每一本书都有每一本书的书,啊,大概,啊,其他这个也是旧的,这也,这个是我们上Java的那本书,啊,啊,其他坊间比较热门的像这本书啦,这个,这本是奇标的,我觉得写的还不错,啊,这本书的话呢,内容可能会比我们现在,你们手边拿到这本的,你们是这本的, 初学特训班嘛,那基本上呢,这些书都工具书啦,那如果你有的话,你可以把这些范例拿来参考,那里面的话,比如说有些章节,哦,某一本书他没提到,你也许就可以把它拿来稍微参考一下,那再来的话,我们上课,基本上,大概分成,哦,以下,因为我们大概上课60个小时,有10次上课,所以一次上课大概,大概一两个章节吧,也许, 哎,我大概规划有18个章节啦,不过18个章节,然后全部把它讲完,可能还是有点拼,哦,不过也许我们有些章节比较简单的话,一次可以可能上个两章节吧,哦,那今天的话也许是从Android开始,哦,把这个,敲开Android的大门,哦,OK,那里面的话呢,再来也许就是,后面比较困难的,也许就Intent,哦,Intent的话就是说呢,你可以去呼叫另外Attivity,那因为呢,在Android里面,哦, 就是Android里面呢,它的最基本的控制单元,就是一个Attivity,那你当然你要需要知道几件事啊,比如说什么叫Attivity,那Attivity的生命周期,你可能要了解,那如何去呼叫,可能它启动的时候是Uncreate,是启动那个Attivity之后,如果你有其他的画面,你要把它启动起来的话,你可能需要去呼叫其他Attivity,那这个时候呢, 就必须借由这个Intent,这个后面还会再讲,哦,那Intent的话呢,它可以做那个多页面啊,那当然另外,如果你里面要携带资料的话,可能它有个类别叫Bundle,你要把资料Bundle过去,哦,啊,再把它接收到解出来,哦,那另外的话,Intent才当然不只是只有可以呼叫Attivity,它还可以呼叫外部的,比如说你要呼叫外部的浏览器,哦,那当然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浏览器是预设的,可能好几个,它有点像是哦, 哦,在那个Windows里面有一个那个Share啦,Share is cute,就是,它可以不知道说你的浏览器是哪一个,但是它如果要开网页,你可以丢一个网址给它,它自动会呼叫预设的那一个,帮你把它打开,哦,那或者是说呼叫什么照相机,哦,呼叫那个手,手机打电话的画面,甚至帮你打电话,Intent都可以办得到,甚至地图啦,哦,等等的,所以Intent这个还蛮重要的,那未来当然哦,如果你们有,有时间的话也许哦,可以 自行先阅读一下,刚刚讲的这本书,这本书应该我们手边都有啦,那只是说这本书不是装饰,请各位有空的时候自己翻一翻啦,因为我们不可能据细迷的从头讲道文,但是我会把刚要,或者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点出来,再来就是说哦,实做,因为一定要做出来嘛,你看,看都看得懂,但是做,可能是做不出来,大部分学程式的人都这样,买了很多 书回来,看半天,照着做,还是做不出来,对不对,所以哦,来学习比较快啦,因为我做一次给你看,有画面流程,你照着做嘛,对不对,因为你只要一个地方卡住,后面基本上你可能就接不下去了,更不要说把它弄住,结果放在手机,发布到Google Play商店上面,哦,OK,那我想你可以把它立一个方向嘛,它就立一个方向,就像爬山一样,你最终哦,还是要放一下, 它看到你的东西,最方便还是在Google Play商店,所以哦,信仰,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那个,Google Play商店,如果你要放上去的话,你要先去注册一个,Android的那个,这个什么,开发人员的账号,哦,那开发人员账号需要付一点费用,哦,这费用其实还合理啦,25块美金,哦,一次,终身有效,那不像那个Apple啦,Apple 最后是每年都要付,每年都要付多少,75块美金还多少,反正比较贵,每一年都要付哦,还是三,我忘记多少钱了,它一年就要再付一次,一年就要,那Android是终身有效,那可以丢多少个App呢,无限制,OK,所以哦,现在当然你聪明的人哦,反正你就可以不断在丢App,反正丢App其实就是丢个机会,现在博乐哦,千里码是怎么来,千里码是要你要丢很多东西哦,每个人都会是你的 没有人会是你的,没有人会是你的薄乐啊,薄乐怎么来的,自己创造出来的,OK,机会是怎么来的,你要先让人家知道,哦,因为大家都认识你之后哦,大家好像都觉得你不陌生,那大家就会自动被你吸引过来的,哦,所以像最近我看一下我那个其他地方开课,有些要要要要招生的,好像都没什么问题,感觉好像一下就额满了,哦,感觉是还蛮 蛮好的,不过这个,哦,就莫名其妙,奇怪,什么,其他课好像才正开始招生而已,我的课已经就满了,哦,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点点分享嘛,哦,所以我把影片录下来,我先让你看看嘛,如果你说OK的话,你再来,如果你觉得不OK的话,那没关系,你可以去找其他,其他老师学习,我都不会排斥的,好,而且,其实,大家需要我就存在了,如果哪一天大家不需要我, 那我就可以隐居起来,那我很想要退,早一点可以过那个,闲云野鹤的生活,哦,不过感觉好像不太容易,哦,因为好像只会越来越忙,不会,不过我是觉得前提可能需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的热情吧,还有你的诚意啦,其实说真的,无论任何工作都一样,哦,就像我第一个那个工程师的工作,我觉得马上那个,我去面试的时候,那老板直接跟我讲,哎, 你什么时候来上班,为什么,因为我强烈让他感觉到,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兴趣,而且有强烈,那时候我才20出头岁,那我是很正式的,我是让他感觉到我的热情,我讲了很多东西,他觉得都还蛮认同的,对,他,所以去面试大部分都是,哎,什么时候来上班啊,你什么,对,那,这当然你要先让人家有感觉到,你是非常主动的,哦,而且你来这个公司, 你去面试的话,只会是利多,不会是拖累,OK,那我想,当然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理所当然了,但如果说你缺了很多东西的话,那当然人家就会考虑了,会斟酌了,OK,好,那大概另外还有一本书,我觉得蛮推荐的,那个黄冰华,而且现在的书好像卖得好,可能还是要有个要件,就是这个东西,附教学影片,对不对,那真的,像这两本书会卖得好, 其实都是附上教学影片,不管录得好不好啦,反正,至少有附了嘛,对不对,所以现在这个趋势啊,像老师上课也是这样,突然被要求说,老师为什么你没有给我,那个,上课影片或什么的,上次我还下,课程结束还有一个同学跑来问我说,老师你课程结束会不会给我们光碟,对,为什么,因为其他老师更厉害,上完课之后,期末哦,还会帮同学烧光碟,送给每个同学, 对不对,像这拼成这样子,对不对,那当然是,这也是正向的啦,也是竞争,只是我觉得烧光碟有点不环保嘛,对不对,我把它放YouTube上面就好了嘛,而且你光碟到时候乱丢也不见了,不知道,所以,应该OK啦,好,烧光碟你们自己也可以啦,自己下载 稍微,就是,就是应该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,OK,好,那当然是一个趋势啦,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变化,然后你就跟着变化,也许有的时候就,城市就变对了,但是为什么,需求有时候就是,你要去观察,你给的东西是大家要的,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市场,但是你给的东西是大家都不需要的东西,那自然你可能会有,会有被不需要的感觉啦,那当然你要去,去观察,这整个,整个大环境的变化,OK,那大概我规划的整个几个方向,总共有17个方向,18个方向, 从那个,第一个开发环境开始,好,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讲开发环境,那开发环境哦,我的习惯是,大概还是会希望把它做成像一个可惜板,或一个懒人包,最好是吧,丢了之后,马上就可以握,马上就可以开发了,不要浪费时间在开发环境,因为很多人哦,一直卡关,每天都在装,我说你练习到哪里,没有,我还在装环境,每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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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每次都还在装环境,我说你装环境干什么,赶快开发就对了,OK,第二个就是说,如果将来那个环境坏掉了,你也不要想说要把它一直update,一直灌,一直灌,有的人就是,不用啦,我这牵引,你把它砍掉,重新再打开就好了啦,因为你干完,你又不是帮Google去除错,还帮他找问题吗,写信告诉他说,你这个坏掉了,赶快修好吧,对不对,因为那问题不是你可以解决的啦, 因为我们是开发者,我们并不是debugger啦,我们不是去除错的,所以有些问题哦,就真的我也没办法解决啦,而且你问我说为什么这样,其实我也不知道,坦白跟你讲,因为这不是我们发誓,为什么,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涉到这个架构的问题,因为第一个啦,你没有付到半毛钱,对不对,所以他也没有义务给你是一个完美的东西, 对不对,即便你付了钱,他也不见得会给你一个完美的东西,对不对,所以有问题是,应该算正常吧,对不对,因为你没有付任何钱啊,是不是,那第二个就是说,那既然如此啦, 是啊,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是有可能存在,但是顶多你可能要去找一些可能性,但是不需要一直往里面钻啦,所以很多同学就是一直试啊,一直试,一直重灌,一直重灌,对不对,然后最后呢,还是没有结果,我说你解决问题了吗,没有, 他说,他只知道说,全部下载下来,至少要30GB的空间,而且要花一整个晚上,才能把全部东西下载下来,这是他得到的结论啦,不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,OK,那大概是这样啦,就是,所以尽可能的,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开发环境,你就找一个稳定的环境,开始开发就对了, 第二个我比较强调是,没事,不要update,真的,除非你确定update之后不会有问题,不然不要update,这是我的心得啦,因为很多事情本来稳定的环境,update下来就挂掉了,常常发生这样子,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,像微软Windows也是一样,要不要update,不要update,没事干嘛update, 对,他没有坏掉,而且他现在跑得稳稳的啊,你没事干嘛就update,所以我一律先把Windows的update功能关掉,因为有时候反而update之后啊,反而变慢了,或甚至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,对不对,其实update会比较好嘛,其实我不觉得,像之前微软还出一个包,update之后呢,结果是CPU是AMD的架务,全部都发生问题了,为什么,因为他有时候啊,他 他在update的那个时候,他环境是Intel的,CPU,就他忽略掉,另外还有一个非Intel架构的CPU,就他把它忽略了,所以有时候在写程式的时候,某些指令,他用了Intel,却忽略到AMD CPU上面的这些指令,指令期,那就发生问题,怎么办,再补救,请那个AMD的user,怎么样,再重新update,可是人家环境已经坏掉了啊, 对不对,变成他要重灌了,那不是很麻烦吗,所以这地方特别注意,有的时候呢,开发环境没事的话,我是建议啦,不需要update,OK,但我的讲法可能跟一般书里面讲的不太一样啦,不过这是我血泪的那个经验谈,OK,所以没事真的不要手痒,看到,因为他随时都会跳就应该要不要update啦,那你 那你就看到那个update,你就会觉得手痒,好吧,我update看看,所以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啊,问题就发生了,没事就变成有事,结果本来有些同学写程式写得好好的,就开始在那边搞环境了,我说你在干嘛,因为环境一直是什么什么,这边有问题,那边有问题,我说为什么这样,因为我刚刚把它update了, 那我说你,那接下来他就可能一直在弄,说不要啦,你干脆把那个环境杀掉啦,你再把它解压,说就开始,回压原来的环境就好了,这样比较快,不然的话呢,你可能一直永无止境的在,在弄环境,OK,所以不需要去,那,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你主要的精神应该花在开发,而不是在重灌, 因为这个重灌才太浪费时间了,那我想到重灌,我就想到window 95,window 95那时候号称要重灌95次才稳定,而且那时候呢,不是说重灌95次,那时候是磁片版的,什么叫磁片版,305寸,现在应该没有啦,而且305寸的磁片哦,我记得是这么,这么,这么高的,一叠,然后以前都是要重灌,重灌就是,登,那个声音是独,独卡的,登,登, 然后你就是换下一张,他也不会提示你,你就看,换下一张,这样我也可以搞一个晚上,那我发现太浪费时间了,那因为后来有那个光碟版出来,他就赶快买光碟,所以,呃,其实就把时间省下来,因为你不需要去浪费时间在那个地方上面,卡住,OK,好,那待会的话呢, 我会给各位一些环境,那当然,现在最新的是2.1啦,因为我昨天才把它对下来,把它当下来啦,那旧的有个比较稳定的版本是1.5,1.5是我大概半年前的上课的时候用的环境,那其实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啦,我其实我也不想要去更新它,因为更新之后可能会,还是会有问题,干脆我用稳定的版本,反正稳定的版本可以开发,其实是最重要的, OK,那再来也许从hello world开始,如果说我们要去做一些开发之前,大概就是hello world,OK,然后再来就是基本元件,基本界面的设计啦,比如说像你要显示一些东西,一定有个testview,就是类似标签,然后你要让它输入的话,有个edit test,底下也许有个button,可以让它按下去,那还有像什么讯息显示啦,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叫toss,显示一个小讯息,这个toss有点像是, 就是之前我们那个show image,show image,show message,那个J option page里面,show那个讯息的那个东西,另外还有像en dialogue,可以show一些复杂的东西,还有单选,单选跟复选,另外下了它清单,等等的,那我想后面我们陆陆续续有这些东西,那最后其实延伸到,有关那个,你就有相关证照的题目啦,那你直接就可以融入进来, 那如果你为了要找工作,希望有多一些些的证明文件的话,其实证照也是一个方向啦,反正就多一张嘛,就跟你毕业证书一样嘛,你去,你念了书之后,它最后就给你一张纸,A4的厚厚的纸而已,顶多是一些人帮你签名盖章,如此而已啦,其实有没有很大的作用,还是有作用嘛,对不对,因为你没有就是没有, 还是要那么一张,好,那再来的话呢,我们最后的那个,都会有一个云端,那因为我要跟之前上课的区别,所以我们的网址,以后换成这一个,我想问卷不用填啦,问卷就之前的东西啦,那请各位稍微把这个网址记一下,goo.gl,后面是8T,T大型,QQ39,OK,好, 这个网址,那这个网址里面,基本上一样啦,我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放上去,包含什么东西呢,就刚刚这个,OK,8TQQ39,OK,其实这个讲义到时候会把它印给各位啦,我本来是觉得可以,不用那个环保一点啦,不过好像这边有规定要一定要印,讲义给各位,所以也会把这个讲义印给大家,OK, 把那个简报档啦,好,那这个里面的话放哪些东西,我想是各位比较关心的,那里面的话,以后呢,反正我们上课的资源,都会丢到这边,那里面的架构基本上就跟Java差不多啦,反正里面有哪些东西,不外乎就是,就是所有的上课讲义, 还有云端白板,未来我们也会更新,还有这18个单元里面的,这边上课讲义,那上课讲义的话呢,我现在,我刚刚播的这个简报档的PDF,我把它转成PDF,这边有,那另外呢,网络上抓到不错的这个什么,第一堂课啦,然后第一章, 这个是上课用书,第一章到第四,六章的所有的那个,就是PDF的档案,比如说,第一章,这里面做什么东西啦,等等的,这个是一个讲义部分,我把它放这边,那就是那本书,所以你可以对照那本书里面,那另外有参考用书相关的讯息,补充资料,跟云端白板, 那另外底下有什么Android Studio 1.5,就1.5的可惜版,21就21的可惜版,另外还有一个前一代的那个最后一版,最后一个Eclipse的稳定版,就我之前给各位的那个Eclipse 422,这个版本主要是拿它来汇入一些旧的专案,因为如果说你要直接汇入到Android Studio,常常会发生问题,那我可以先用Eclipse,先把它汇入,先 做好Android可以接受的那样的格式的一个专案,再汇到Android Studio,那通常是没有问题,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阶段的话,常常会失败,OK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,提供给各位,所以这边网络上有这些,也许我们上课呢,当然还是用最新的好了,这个Android Studio 2.1的这个版本,那目前这个应该是可惜的啦,其实它网络上是安装版, 那我是把它try了一下,我发现它其实好像可以不需要安装,也可以work,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安装了,不然安装起来其实还蛮花时间的,然后下一步下一步,然后再下载很多SDK干嘛呢,不用,最好是放在随身碟,任何电脑插上去,马上可以开工,那这是最好,最有效率的,因为你主要的工作,真的不是在安装环境啦, 安装环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点而已,最重要是后面东西,你要写出APP才是你最主要的,OK,然后这个好处就是说,如果环境发生问题,你马上可以砍掉,马上把它解压缩出来,马上又可以回到稳定的状态, 这才是最好的策略啦,我觉得一个开发的策略是最重要,这样的话你开发起来,也比较不用花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,OK,其他还有像云端白板,这个也是我们前面Java课程里面一样啦,就是总共会有这么多东西, 而且,这边还有一些什么,可以譬如汇入Android Studio的一些练习,我有一些完成的那个,然后还完整的专案,就是底下所有的东西呢,其实都已经有帮各位把那个完成档都放在这边了,其实相当完整,那另外还有APK,APK就是已经汇出的东西,这边你可以把它解压,里面都有了,然后还有什么,这个APK, APK的话就是你可以在手机里面去下载APK,装在你手机里面可以看到,大概手机上面看到的状态,这APK档,还有每一个,比如说开发环境里面,那大概画面我好像都有把它抓下来吧,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都有那个,之前上过课啦,所以都有拍照,像什么解压缩等等的,或者是什么设定啦,相关的画面,我想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,那待会的话呢,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个 第一个单元就是,敲开那个Android的大门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那刚刚那个网址,就这一个,OK,来看一下,goo.go8tqq39 想象,哦